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 吴文达博士想必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他是AI Found的CEO,Deep Learning AI和Landing AI的创始人 也是Costory的主席和联合创始人 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兼职教授 此外,他创立并且领导了谷歌大脑团队 帮助谷歌采用了现代化的AI 他也曾经担任过斯坦福AI实验室的主任 全世界有千分之一的人口,大约是800万人 都从他那里学习过AI的课程 他通过教育和AI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 在今年的7月26日 他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主办的活动中 进行了一个有关于人工智能新机遇的讲座 这是来自于世界顶级人工智能专家对于未来的判断 讲座的视频前几天才放出来 我对讲座的内容进行了一些翻译和整理 这里把核心的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次讲座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点,人工智能技术和工具的发展趋势 从监督学习到生成式人工智能 第二点,人工智能的机遇和应用 第三点,创建初创企业的过程 第四点,人工智能的风险与社会影响 吴文达先从AI的发展聊起来 他把AI看成是一种新的电力 是一种通用的技术 这就意味着他不仅仅对一件事情有用 而是对许多不同的事情都有用 这也正是他难以理解的地方 现在有很多人在炒作AI 但是应该把AI看作是一套工具 其中包括一项称为监督学习的技术 它非常擅长于识别或者标记事物 还有一项是最近发展起来的技术 那就是生成式AI 当然了,还有许多其他的工具 但是今天呢,只重点讨论这两个 监督学习和生成式AI 监督学习呢,非常擅长于标记事物 或者说非常擅长计算输入到输出 或者从A到B的映射 比方说,我们可以使用监督学习 把一封邮件标记为垃圾邮件 或者是正常的邮件 或者给广告打上标签 表示出哪些用户会点击它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来理解一下监督学习标记事物的工作流程 如果你想建立一个系统 来给餐厅的评价数据打标签 那么你就需要收集一些数据点 或者数据集 这里边呢,有积极的评价 也有消极的评价 实际中呢,可能会需要成千上万个训练的实例 一个机器学习项目 或者说是AI项目的工作流程 是你要先获取到标记的数据 然后AI的工程团队在这些数据上 去训练一个AI模型来学习 最后再找到一个云服务 来运行经过训练的AI模型 然后你可以输入 这是我喝过的最好的珍珠奶茶 那模型呢,就会打上积极的评价的标签 所以过去十年呢 可能是大规模监督学习的十年 大约在十到十五年前 我们发现 如果训练一个小的AI模型 无论是神经网络还是深度学习的 在一个性能不是很强大的计算机上运行 随着你给它的数据越多 它的表现呢,会有所提升 但是之后会趋于平缓 达到一个瓶颈 但是如果你训练一个非常大的AI模型 使用大量的计算资源 随着扩大给机器学习模型的数据量 它的表现会越来越好 这就是为什么温达在领导谷歌大脑团队的时候 指示团队要解决的主要任务 就是要构建一个真正巨大的神经网络 然后向其中注入大量的数据 幸运的是,这个方法奏效了 他认为过去十年 推动了许多人工智能进展的核心思想 就是使用大规模计算和大规模数据 如果过去十年是监督学习的十年 那么这个十年就是生成式AI的十年 生成式AI的核心思想是使用监督学习 通过输入输出映射来重复预测下一个单词 通过使用互联网或者其他来源上找到的文本 并利用这种输入输出的监督学习 来反复预测下一个单词 如果在数百亿个字词的文本上 训练一个非常大的AI系统 最大的模型现在已经超过一万一个单词 那么你就会得到一个大语言模型 比如说GP3 这里面有一些重要的技术细节 比如说这些系统预测的是下一个子单词 或者是单词的一部分 我们称为token 还有渐进式微调ROHF 可以进一步的调整AI的输出 让它更有帮助诚实和无害 但是核心还是使用监督学习 来反复预测下一个单词 虽然许多人把大语言模型 看作是一种极好的消费者工具 但是吴文达认为 大语言模型还有一个能力 被严重的低估了 那就是作为开发者的工具 事实证明 有一些应用程序 以前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构建 但是现在借助于大语言模型 很多人可以更快地构建它们 我们还拿之前的餐厅评价模型为例 可能获取数据要一个月 AI模型训练和优化要三个月 把它放在云服务上运行 又要三个月 因此呢 以前需要6到12个月的时间 来构建一个AI的商业应用 但是现在使用基于提示的AI 只需要花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 编写一个提示 然后在几个小时或者几天内 就可以部署到云上了 这打开了大量构建 人工智能应用的大门 许多人呢 仍然低估了即将出现的 定制化的人工智能应用的数量 随后 文达演示了一个基于OpenAI 和Python编写的情感分类器 其中只有一句提示 将以下用三个短横线分隔的文本 分类为积极的情感 或者是消极的情感 然后他直接运行 就得到了正确的答案 现在世界各地的开发者 可以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就构建这样一个系统 令人感到兴奋 接下来文达分享了一下 他对AI机遇的看法 这张图呢 展示了他认为不同AI技术的价值 深色的圆圈部分是今天的价值 浅色圆圈的部分 是三年后能够达到的价值 可以看到 今天大部分人工智能的价值 来自于监读学习 像谷歌这样的公司 每年的价值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 因为监读学习已经真正实现了大规模 它可能在未来三年还能够翻一翻 从非常庞大变成更加庞大 而生成是AI今天还很小 但是在未来三年中将增长两倍以上 因为有大量的开发者兴趣 风险投资的资金 大公司在探索应用领域等等 三年的时间很短 但是如果它按照这个速率增长下去 那么在六年内它将变得更加庞大 浅绿色或者是浅橙色的区域 是创新公司或者大公司的机会 但是要注意的是 所有这些技术都是通用技术 监督学习过去十年所做的大量工作 将在未来十年继续进行 就是识别和执行具体的用力 而生成是AI也刚刚启动这个过程 然后文达举了一个名为Lancer的应用程序 以及一个可以将手机变成手电筒的APP 这两个程序刚开始都很流行 但是很快就消失了 原因就在于它们不具备可持续的商业优势 也不具备可持续的长期价值 而随着生成是AI智能的崛起 或者新的人工智能工具的出现 真的是有机会来创建那些非常深入 非常复杂的应用程序 而且它们能够创造非常长期的价值 以上就是吴文达分享的第一个趋势 总结下来就是人工智能是通用技术 我们所面临的工作 就是要找到多样化具体的用力来构建它们 而第二个趋势是为什么人工智能 还没有被广泛采用 人工智能已经被讨论了超过15年 但是如今它仍然高度集中在 消费手软件和互联网领域 其他很多行业应用还非常初级 这是因为 如果我们把当前和潜在的所有人工智能项目 按照价值递减排序 那么曲线左边就是那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项目 比如说广告 网络搜索 或者是电子商务的推荐 但是一旦进入到其他行业 就从曲线的左边进入了曲线右边的常委部分 这部分没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项目 但是有成千上百个价值500万美元的项目 比如有披萨饼的制造商 想要保证奶酪均匀涂抹 还有农业公司 想要用摄像头来确定小麦的高度 在以前 想要为他们定制AI模型和应用的成本很高 但是现在有很多低代码和无代码工具 可以开始让用户自己来定制AI应用 而且这些图片也都是属于自己的 虽然使用起来需要一些文字和视觉提示 但是核心还是一种称为数据中心AI的技术 不再要求披萨饼工厂去编写大量代码 只需要提供数据即可 第二个趋势很重要 因为这是将人工智能的价值 从技术领域和消费软件领域 推向其他领域 甚至推向整个经济的关键部分 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 经济影响要比技术大得多 好了 到现在 吴文达已经分享了两个趋势 一个是人工智能是通用的技术 有很多具体的用力有待于实现 一个是低代码无代码的工具 可以更容易的将人工智能 部署到更多的行业中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抓住这样的机会呢 五年前 他还在谷歌的时候就曾经思考过 一个大公司里的团队 是很难追求各种各样的机会的 最有效的方法是创办许多不同的公司 来追求这些多样化的机会 因此他创办了AI Fund 来孵化更多的AI公司 更具体的来说 这一边的机会也是分层的 最底层是硬件半导体层 有着极好的机会 但是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 资源相对集中 获胜者相对较少 然后是开发者工具层 这个领域竞争激烈 只有在有显著技术优势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赢得机会 成为巨大的赢家 最后 尽管媒体的关注和热点 都集中在基础框架和开发者的工具层 但是事实证明 只有应用层更成功 这一层才能够成功 从SaaS的发展过程中 也可以看出 只有在应用层更成功的时候 才能够产生足够的收入 来支付基础架构和工具层 在应用层面 有许多令人兴奋的机会 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但是竞争相对较轻 当然了 并不是说没有竞争对手 但是相对于开发者工具层 或者是基础架构层 竞争要弱得多 一开始 AI Fund 复化公司的模式是 先跟用户交流想法和需求 然后花费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验证这个想法和技术的可行性 然后与潜在的用户交谈 确保这是可行的 等通过了这个阶段之后 再招募CEO一起开展这个项目 但是在项目迭代过程中 他们发现 如果一开始就引入CEO 会更加高效 通过与CEO一起构建原型 并进行深入的客户验证 能够让创业公司 达到66%的存活率 接下来就是建立团队 做MVP和外部的融资 然后吴文达举了一个 他们自己复化的 叫Baron AI的公司的例子 通过将海运方面的业务专家 和AI团队的专业知识融合 成功地打造了一家创业公司 吴文达说 自己永远想不出来 什么创业的点子 他自己花了很多时间才发现 他只是个AI领域的专家 他应该做的呢 是使用AI资源 来确保技术团队强大 然后与行业或者领域的专家合作 来发掘新的机会 另外一点 就是创业团队 应该只关注一具体的想法 因为他可以有效地验证 或者证伪 他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中 有很多领域专家 已经对某些问题 深思熟虑了几个月 甚至一两年 但是他们还没有遇到 合适的合作伙伴 因此与他们进行 充分的交流和验证想法 是比你自己学习 一个又一个行业 更加有效的方式 在风险和社会影响方面 目前吴文达只关注于 有助于推动人类前进的项目 并且不违反伦理和道德原则 AI目前虽然存在着偏见 公平性和准确性等等问题 但是已经比六个月之前 好很多了 实际上呢 目前最大的风险之一 是AI对就业的影响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 和OpenAI的分析 虽然前一波自动化 主要影响的是低薪工作者 但是现在这波自动化的浪潮 实际上影响了更多高薪的职位 尤其是更靠右侧的高薪职位 不过呢 即使AI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但是受到AI冲击的人们 仍然应该得到妥善的照顾和善待 另外 现在对AI的炒作很多 尤其是AJI 但是吴文达认为 AI还没有达到 可以做任何人类能做的事情的程度 距离实现AJI仍然需要几十年 也许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因为人类智能的生物路径 和AI的数字路径之间 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也有人在夸大 AI会造成人类灭绝的风险 但是他并不认为 AI会对人类构成任何 有意义的灭绝风险 技术的发展是逐渐的 因此会有足够的时间 来确保人类的监督和AI的安全 真正可能灭绝人类的 有可能是流行病 或者是气候变化 而更智能的AI 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因此并不应该减缓AI的发展 最后的结语 吴文达认为 AI作为一种通用技术 为每个人创造了许多新的机会 未来的重要工作 是建立具体的用力 并且希望在未来 能够与更多人合作 开发这些机会 以上就是吴文达 这次最新分享的核心内容 不知道对大家 是否有一些启发 吴文达应该算是 AI唱多派的代表人物了 他的观点也一直非常的旗帜鲜明 当然大飞我觉得 他的商业味道一直比较重 对于人文和社会方面的思考 不像杰弗里辛顿他们那样深沉 当然了 他也还是为AI的推广 做了非常多公益的事情 也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如果大家有时间 强烈去推荐看一下他的原视频 本身也不长 30多分钟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